决战2020 那么距离明年1月11号的投票日子 剩下最后29天了 那么除了这个总统大选打得火热 现在呢这个政党票啊 也可以说是抢破头 第三势力因此闹内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12号晚上 亲自帮党哥来录音的时候 就再抢亲民党啊 说其实呢他们自家的这个 民众党的不分须力为名单 比一比还是强多了 但是此话一出呢 却惹怒了向来友好他们的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他罕见的回呛柯P说 当初如果没有亲民党的支持 你可以连任吗 不要每次到选举就抓狂 那么柯文哲看两党竞争 则是缓夹的解释说 他认为亲民党呢 是借壳上市公司重组 那么其实呢跟民众党 他们就像是两间公司啊 都在找定位 只是卖的东西不太一样 曙光正在照亮 亲自上阵陆党哥 柯文哲十二号晚上这句话 我们的部分就强多了 跟亲民党比呢 强多了啦 让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气到看天空都冷静不下来 这这这个是值得回应吗 不值得回应 柯市长 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政党 来比一比 我们台湾人啊 是无情无疑的 没有亲民党支持你 你第二任可以连任吗 柯比两次大选 公市长宝座 都能看到宋楚瑜相挺身影 如今橘白为了竞争政党票 昔日情感恐怕不再 不要每天在选举的时候就厉功啊 如果老是拿到亲民党来来对 我替你占过多少台啊 亲民党应该是 怎么讲借壳上市 公司有重组嘛 那我们是新的公司嘛 怎么讲卖的产品不太一样 两党重新找定位 但同属第三势力 票源始终重叠 郭家军出身 决英不分区候选人 刘永彤喊话 第三势力要配票 柯主席同样不认同 你那是问我的话 当然是全部投给民众党就好 但是以他的立场 他当然是要那样讲 2024政党票客党抢破头 毕竟可能攸关下一局总统门票 介绍武强的林家荣 台湾报道